中国首位世界职业拳王熊朝中 曾因为在煤矿拉过煤车 而被称为矿工拳王 如今一位还送着外卖的小哥 也走上了拳王之路 他就是重庆云阳小伙张芳勇 4月11日在参加完中日拳王争霸赛后 张芳勇回到重庆云阳老家看望家人 张芳勇1993年出生于 重庆云阳县的一个偏远山区 2010年他只身离开重庆 辗转西安昆明追寻自己的拳击梦 他待过工地开过摩滴 摆过地摊后来借了6000元 买辆电动车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 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在拳馆练拳 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我当时看到网上有一则纪录片 就是说拳击是穷人改变命运的运动 而且不限制来年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参与 就是这样 后来直到坚持到现在 但是后来也没有意识到 中国职业拳击还是小众运动 就是还不足以靠那个打比赛能养活自己 所以说不管有比赛没有比赛 我们都要靠自己去送外卖 张芳勇从2014年开始参加职业拳击比赛 2017年张芳勇迎来自己职业拳击生涯中 第一次爆发 他在云南昆明举行的WBA 中国除量级青年金腰带拳王争霸赛中 以TKO技术击倒战胜四川选手董川 成为中国第一位WBA除量级青年拳王金腰带得主 2019年3月30日 张芳勇战胜日本选手前川龙斗 帮助中国队赢得了第四届中日拳王争霸赛 因为这次比赛完只有2000块钱 2000块钱还不如还不足以这场比赛 我为了备战而花销的欠的钱我都还不了 就是我每一次比赛都会欠下很多钱 因为比赛前我不能大量的上班 我要休息好 然后营养要跟得上 每次比赛完我要回去赶紧加班 甚至平时工作8小时 甚至那时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就是把之前备战这场比赛的钱还掉 甘芳勇表示成为拳王后 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生活依然还是要送外卖 张芳勇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 让更多的人关注所有奋战在底层的拳手 关注所有为梦想而努力打拼的人 像我这样的拳手特别多 在整个中国可能大家看到的 有周世民雄朝中徐燦这样的拳王 但是这仅仅是少数几个成功的拳手 其他大部分人就像我这样子 可能在送着外卖做着保安 所以我仅仅是这些草根的一个代表 目前张芳勇职业生涯战绩 是十番胜一平三负三次KO 他的梦想是拿到亚洲拳王和世界拳王的头衔